大家好,早餐别再吃包子油条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两日早餐新吃法 舀上一口,软糯香甜又拉丝,满口留香 上桌老人孩子都是抢着吃 做法简单,美味又营养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大碗中加入350克的黄米面 加入50克的糯米粉,增加它的粘性 这样可以让我们做出来的美食吃起来更加的软糯Q弹 再加入50克的白砂糖 不喜欢吃甜的话也可以不用放 加进来之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另准备一个碗,加入一把红枣 加入少许的面粉 点入适量的长姜水 先用手给它抓一抓 因为红枣的遮住比较多 里面难免藏有灰尘,脏东西和杂质 面粉又有很好的吸附力 可以吸附红枣表面的灰尘,杂质以及脏东西 这样,我们用手给它抓个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长姜水 给它洗一下 洗好之后,给它捞出 再放到流水下面,再给它清洗个两遍 放入大碗中备用 另外再准备一个碗 准备一把葡萄干放入里面 加入少许的面粉 也同样给它抓一抓 抓个一分钟左右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长姜水 再次给它抓洗一下 洗好了之后,给它捞出 放到流水下面 再给它清洗个两三遍 下面将我们洗好的红枣放在案板上面 用刀先把这个枣糊给它去掉 然后再给它切成红枣碎 红枣碎切好之后 倒在我们准备好的黄米面里面 再把准备好的葡萄干也给它放进来 然后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分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长姜水 边倒边用筷子搅拌 把它们搅成大絮状 搅至大絮状 然后洗干净小手 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揉成一个稍微漂亮的黄米面团 看一下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揪一团出来 放到手心里面给它攥一下 攥圆 攥圆之后用个大拇汁 从一边慢慢地给它捏起来 捏成一个窝窝的形状 稍微整理一下 像这样一个窝窝头的生胚就做好了 好了 所有的窝窝头生胚一次做好之后 均匀地摆放到笼屉中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水 提前给它烧开 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 接着放上我们做好的窝窝头生胚 大家切记 我们一定要水开上锅蒸哦 水开上锅蒸的话 这样可以是我们做出来的窝窝头 防止塌陷 蒸出来立体感非常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上汽即时蒸10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2分钟就可以享用美食了 时间到了之后又焖了2分钟 然后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满屋飘香 浓浓的小米香 加上红枣的清香味 铺面而来呀 看一下颜色非常的漂亮 而且还非常的软糯哦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趁热盛出装盘 看一下 盛出之后 给它均匀地摆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好了像这样一盘非常好吃又有营养的黄米面窝窝头就制作完成了 打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还不等端上桌就把邻居家的小孩都馋酷了 现在我们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 再掰开来看一下里面 哇 软糯又拉丝 忍不住了 现在替大家尝一下 哇 真的是太好吃了 口感软糯香甜又拉丝 吃上一口尘尺留香 满满的都是红枣的香味 还有黄米面的清香味 看一下 真的是尝上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每次黄米面这样做 上桌老人孩子都是抢着吃 关键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用发面不用烫面 当早餐当正餐都是非常的不错呀 一口气连吃五个都不过瘾 真的是好吃好看营养又丰富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来人早餐的新做法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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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